在噱口這邊稍微的轉轉轉 讓它慢慢的推入可能就進去了 而且不要放太淺 就是來訓練陰道肌肉的一個啞鈴 聰明球 因為我知道有些男生喜歡玩 塞完跳蛋 然後情侶之間一起去逛夜市幹嘛的 這個塞法呢 你可以直接應用在塞跳蛋上面 想聊就聊百無經濟 歡迎收看性治療研究室 哈囉大家好我是一居老師 我是Sunny 有一句話叫做 美眉一景男人上癮 其實有很多男性觀眾來跟我聊說 老婆好像生完小孩之後 做的過程當中沒有那麼的包袱 舒服度是下降的 那怎麼辦 所以世界上發明了一種東西 聰明球 就是來訓練陰道肌肉的一個亞名 那男生你們也可以直接應用在塞跳蛋上面 那其實呢我們在挑這種聰明球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 像那種一整合它裡面有不同的顏色 其實裡面代表的是不同的重量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挑的標準 越重的話其實你的訓練的那個肌肉夾力會更大 像是這種有點水滴狀 它會比較容易的放入陰道 那為什麼它會留那麼長的線 因為當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你沒有相對應長的強度的話 它放不出來耶 我測試過非常多品牌 我知道哪些東西女生比較容易痛 大家想像一下就是陰道 因為你知道它是這種矽膠 所以我們盡量準備一個潤滑 就是這個頭本身擠一點 擠完之後呢你就稍微把它抹開 雙腳打開 當你陰道口已經有點微微開的時候 另一隻手幫女生的妹妹打開 這個頭在噱口這邊稍微的轉轉轉 讓它慢慢的推入 然後就進去了 不要放太淺 陰道是有長度的 私密處是有肌肉 它就會夾住了 你不要直接就給它這樣塞進去 很痛 你是不是以為其實躺著可以 但其實蹲著是最好的 因為這時候呢 我們的妹妹是沒有那麼緊閉的 像這種就是它明確有拉環的呢 是國外其實在測試 你自己本身到底陰道的肌肉有沒有用力 因為它的線是露在外面的 你這樣拉拉看 欸 它現在是掉不下來的 這就表示它的私密處 本身的肌肉有在吸 大家在上廁所的時候 我真的會夾斷大便嗎 夾斷大便的那個感覺就是 這個訓練的整體的發力位置 那像有一些那個 你會發現它會怎麼樣 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球球在裡面 個人沒有很推薦用這種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它真的就會有壓力在轉動 會不會其實這樣會把引導承打 不會不會不會 它是要讓女生的引導去慢慢習慣 有這個寬度跟重量 那男生放進來的時候才會比照 一天它使用的時間要多長 它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 你要塞著睡覺 塞一整天 你上班 八個小時都塞著 都沒有關係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親自的研究室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吱辱 今天 咬 我們